2.7啦 4啦 巨風加滾木 冲,冲死他 超粉有沒有感謝啊,一元超粉不一定能看到 陳皮卡 不行我們在陳裡皮卡太衝動了 陳皮卡太衝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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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掉 要怎麼去這裡啦 要怎麼去這裡啦 要怎麼去這隊 要怎麼去這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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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場 過去了,這被穿到了 沒扯移血 這把巨人差點會輸了 怎麼天天朝我們來,沒有了,節假日可能會多一點,平時沒有的 直接就散勾是吧 下蝙蝠比他下個小法術,再下小褲的拉扯 他下的狂暴手中有小電的 但是不一定能過出來,漂亮 這個戰略兵,大火羊就進攻 他準備這個戰略兵肯定送掉了 我知道你有玉佛職小電打盾 這個時候不能下皮卡啦 下皮卡的話也行,能當個雪霸,在對面會跟一個 那個 跟他這個拉扯 他趕一刀的時候,哎呀我去,他有小電打斷我們 這波我們就來被人給打掉吧 他沒有想要跟瘋狂,想要直接跟皮卡 果然是蠻浮野 對呀 順利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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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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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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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可恰 一刀 两刀要你的命 拍名都忘记改了 800名了 这边是刀塔小王子 把他打掉 直接下水 我们直接下皮卡 变成个蝙蝠 刀这 我开 一刀兩刀 超級費用能一下出來嗎 他現在只有六費這樣 六費半 四邊還沒開博是嗎 開了呀 開了 超粉有什麼特權嗎 鬼壓超粉特權 名字有變化 變紅色名字 然後升級粉絲排會快一點 超粉日的時候會有四倍的親密度 有這些特權 來 皮卡 轉換橙色 對面也是皮卡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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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被他一個對面的船擋下來了 接個狗賊 挺猛啊 嗯, excuse me, get in there where I am 14秒鐘 已經2連升了嘛 已經4連升了 等於我們先下牌 不用急 我們不用急 下這個的話 虛弱法術給他打掉 皮卡 城上剛好吃掉他 不過我們手頭的羊沒有那麼好手 他下羊的話我們只能下羊來防 準備他會不會有魚鉤呢 還不知道 他跳過來後面有一個小骷髏 有一點點的輸出 這一波是可以下羊的 再跟上個小王子 他有小店 所以沒有跟別的了 帶著雪球 萬一他雪球用過了 小店轉一下傷害 雪球加鑑魚 他沒有地面了 開個技能 但是我們技能 剛剛的費用不太夠 戰隊兵炸三下 把他給炸死 這個再炸兩下 這下個戰隊兵 小骷髏逼他下牌 逼他下個小店出來 下盾牌 一下 兩下 沒炸乾淨 下蝙蝠他雪球來不及 來不及丟 過河之後不要急的跳羊 跳羊的話被他雪球一起砸掉了 現在跳個羊 他現在超級的費用下不出來 小色哥 那我們還是挺難受的 撞 全牛逼 一炮 電一下 不要讓他衝起來就行 兇工法術直接斬殺 叫小王子來打開地獄龍 皮卡可以下這裡 下個羊在旁邊 電一下這 加血給他加上 加血給他加上 這小子計畫的戰隊兵已經打了不少血量 這一波不能下去跟進攻了 我們這一把達成防守 虛狂法術給他打掉 皮卡下一個側邊的位置 不用急著電因為他衝不過來 他會來回搖擺 給他要衝過去的時候 再一個小弟給他墊掉 兩刀給他砍死 他有地獄龍蝙蝠擋一下 雖然沒時間了 但是還是得 謹慎一點 五連絕世 為什麼帶小王 帶小王子 過牌能稍微快一些 豪友為不賣的 20級粉絲牌加豪友 小骷髏抓一下 戰隊兵炸掉 跳個羊 這本跳羊可能沒那麼好 他超起來了下皮卡池 羊給我衝 再電一下漂亮 拿這裡 漂亮 蝙蝠店好 可以跟小王子的這一波 靠 這個給擋下來了 唉唷這也不有點虧啊 沒有反打成功啊 給他一個鼓球給擋下來了 我的蝙蝠小王子 還被他鼓球給打掉了 這應該 哎呀不過也不行啊 跟虛攻法術可能就好了 他進化的是小店嗎 小骷髏拉扯一下 戰隊兵炸一下 羊的話沒有跟了 蝙蝠吃掉 千里皮卡 非常好的一個時機 右邊虧費 而且礦工還用掉了 他右邊肯定會下鼓球啊 下鼓球我們小王子加技能 小雕不能交 因為他有地獄龍的 只要不僅限下小王子 再下虛攻法術 鎖定他 帶個技能 小店進化 但他超級快好了 你砍到塔嗎 砍不到 不急 他跳過來 炸了 炸了 炸了一下 我們還是得依賴這個小店的 店一下 小王子 開上技能 但是有點短了這個技能 我不用著急 還有機會的 一刀可以砍掉 吸血 他左邊必須得下超級的右邊 這個加戰略兵 打了非常多的血量 他現在沒有超級 只有團火 還是打雙弱 還是打雙弱 炸他 左邊皮卡金塔 再炸 最後一個炸彈帶著對手 六連勝 給對面打的六神無阻 拿到卡 環境不錯 哎呀 現在 小費 環境比較好 皮卡超級也不太行啊 皮卡一刀砍掉 後面小葫蘆攔截 小王子 虧炸了 我沒有炸彈兵這一波 好虧 有點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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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爹啊 在那邊 沒站到前面 哎 完了完了 這把 要逆風翻盤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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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哎呀這小貓這還解一下 哇靠這屌毛真的服了 沒事對面很忙 他越忙說明他越笨 有機會翻一盤不用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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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刀 两刀 够了啊 大家可以参加一元开草本的活动 电场开的话得6块钱 4块啊4块 变一下 没有直接下牌 看看对面是什么 对面肯定是牧原小骷髅 先桥头去打一波 小王子前抵 这波小王子前抵没有那么好 皮卡斯尼亚好帅在手里 修复法术给他打掉 修复法术没下好 不过这样也是非常好的 不然他还会变成一颗蛋 这样 垫一下 这垫垫晚了 不过好像没有办法 他有鱼钩的 拿他双有盾牌 漂亮 撞到了 再撞一下 鱼钩过来反打不了 他如果跟绿巨人的话 我们小胖子下这 等他绿巨人过河 鱼服勾过来 再开一个技能 他现在成里兵的话 我们可以跟蝙蝠去进攻 漂亮 就是现在 撞个蝙蝠去逼他下牌 撞一个皮卡 他现在少两费 鱼钩有没有过出来 没过出来后面只能跟 凤凰或者是绿巨人 跟绿巨人的话 我们小胖子直接在这里开技能 再不想哭了 下这的话 我们下这个 小天垫一下 不用急 一下下电出来 再不想哭了 再给他砍掉 跟一个蝙蝠去扛下 左边塔的伤害 再扛下右边塔的伤害 再跳个羊 小电也是要捏好 对面皮卡下不出来 左边开个技能 右边撞到塔了 听说吧 脸色 不跟你开玩笑 这一把能不能九连胜啊 这一把赢的也是能赢三分的小电下 我们直接成立个战略兵 看对面怎么下牌 下这个的话 我们蝙蝠纯左边 他可能是个天狗 跳个羊 不要跟蝙蝠离太近 他可能下古龙图我们 下古龙下这里好的 好样的 撞一下 这一把还好我们有小王子 不然这不好打对面 一炮 两炮就往回拉 右边可以上个这个 他有地狱龙吗 有地狱龙 他修火法术给他打掉 我下地狱龙的话 站在一边跟上 去打他的盾牌 来了盾牌 炸一下 蝙蝠再跟上 他小电好了 下小电的话 小骷髅就把他往后拉 让我们的皮卡金塔 没拉到 我顶 血鬼 准备一下小王子解他 漂亮 小电已经用过了 再电一下 扫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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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这个禁令要不要开呢 必须得开了 把他把禁令给逼出来 不开的话 这个小王子 他肯定是不解的 逼他解一下 解完之后 没有东西解蝙蝠的 他肯定会跟古龙 来预判我们的蝙蝠 所以要小心 他跟蝙蝠 我们直接下羊 扛住他的古龙 再加蝙蝠 跳个羊 跳早一点 不要让他的古龙 全攻 见识到我们 撞到 他这一波肯定是选择 顶狗的 但他这个古龙的生命值 并不高 我们直接一个虚弓法术 给他打掉 下个小王子在这里 刚好锁定他 再下这 有进化小电的 我知道他有虚弓法术 我们右边跳个羊 跟上个炸点兵 守不住没有关系 我们右边也给他破掉 皮卡顶上他没有小电的 顶上 瓦基里不会下 他会下对面牌给蝙蝠 对面牌的不瓦基里 跳羊 瓦基里是不够守羊的 没有直接 只剩20秒钟 他下瓦基里吗 直接冲远去给他冲来 18秒钟 真的够吗 3点边加进去进攻 把他在机甲给拉走 小狗的再挡一下 不用急 皮卡挡住 气球打不出那么高的伤害 虚空法术再打下气球 再补个小电 九连胜轻松拿下 对面死在九传之下 也是不圆 这个样子 你已经10号了 已经10月了 没有急 下牌 蝙蝠沉一下右边 来 给个小骷髅 他带了剑鱼 小骷髅挡下他的盾 撞一下 不急 第二炮加一刀 刚好准备他打一下 下机甲的话 虚空法术机给他打掉 小疯我 一刀 一刀砍掉 一刀塔够了 刚不过小电的话 可能有两刀塔 小王子 蝙蝠下这 炸裂兵一下炸一下 小骷髅快 炮弹 虚空剑鱼 这不跟羊的话不好 因为他王子解完我们之后 我们不好解他 但这个能砍到一刀 我们最好是过个小电 但是没有多砍一刀 小王子为什么要下这个位置 下这个位置能打到他 下这个位置是吧 刚想开技能的 没想到他有虚空法术 应该下这个位置的 杰卡直接成 准备下蝙蝠来解他 他没有小电了 他这边有炸弹兵 有计划炸弹兵 有计划炸弹兵的可能 小王子下前一点 挡一下他的计划炸弹兵 小子 虚空法术给他打掉 变一下两刀 这个吸血 吸上 再前里个小王子 皮卡进他 又再接 一刀 皮卡顶上 他准备胖子拉扯 不怕 不拉扯的话 我们不下牌 好这个时候下个羊 准备下蝙蝠 逼他下牌 他必须的交法 他交法术是不赚的 但里面将炸他 小电电下这 免得被他王子冲起来 直接砍掉他的王子 小虎虎下一个侧边 还有交一个剑鱼 交了剑鱼之后 我们再下蝙蝠 虚空法术下这 打掉他的对路 右边 国王塔要没了 再电下他的小 国王塔 失恋生 就是这么厉害 失恋生 失恋生 你怎么可能说 我爸爸克制对面 那不是爸爸克制对面 开局 对面要下什么牌 请下牌 前个三点边 对面是公主塔 有小电的可能是天狗 电一下他的三点边 电不电得到 无所谓啊 不能一费 右边下皮卡吃掉他 右边他如果顶攻 你觉得我还不好防 冲回来一刀砍掉 冲火法术没有急着下 现在在下 右边下个羊逼他下牌 蝙蝠就别给了 他有小电的 小电加电法皮卡锤 左边也是没有形成一换一的局面 电一下 那他皮卡给这个重叠 左边下蝙蝠 逼他下牌 小骷髅别急着下 为什么他有 他有那个 刺客的 他右边冲刺客 直接下小骷髅来打 他桥头像刺客的话 小骷髅别下这 会被预判 因为他手中有小电的 然后就要是下这里 他不行下牌的话 我们也不好下 我们只能成小王子 他电我们一下 我们成个小王子 他只能刺客的话 我们下皮卡是不好的 他下这个 下这 皮卡可以顶 毕竟他是公主塔 小骷髅 哎呀没腿上了 这一波不太赚啊 变法 炸弹兵 小电 他现在不是进化小电了 我们成个这个 小骷髅可以下前一点 再下个蝙蝠 再下个蝙蝠 打皮卡 右边炸一下 五个小电 左边他有小王子的 我们战略兵直接跟上 让他不好下牌 右边我们可以下小王子来解他 下舒服法子下这 这边我们有皮卡的 他不好进攻 蝙蝠他有小电了 再補个小骷髅 右边下皮卡吃 不急 把这黄毛往后拉 他要进来右边 来了 过去没打到 过去亏了这波 什么情况呀 这次 左边这边没给他解掉 这黄毛 刚好剩蛮多血量的 整个皮卡的左边只能 不用急 战略兵下这 右边下洋 下这 还有电法大人命跟上 跟上 跟上 也不再跟 死了 吸射 奶包 两刀砍掉 皮卡这么优势 优势个锤子 皮卡打不进去 还防不住 怎么优势 解不了兵法 变一下 但是我们节奏打得 不够快 右边小骷髅 准备这个 整个皮卡 有虚空法术的 没有这么怕 对面 虚空法术打完 对面攻击他 也不好守 他现在有小骷髅 对没有虚他 小骷髅用了 直接虚他 现在没法挡 虚 虚 带走 电塔 我去 抬个气囊 抬个气囊 哇靠 这狗特带了个电塔 我每次他在电塔的话 我去 我们应该是更难打进去的 我的电塔费用高啊 刚赚那么多费 没有打到血啊 很难受啊 不用急 迟到都是我们赢 来电一下 电塔下不住 先过个小骷髅 准备一下小王子 这狗法术 他没有小骷髅在手上的 可以虚 等一下 没有虚干净 炸点笔 右边皮卡 加血 再加 三格血量 再加 三格血量 怎么打到血啊大哥 我这最强一波没有打到血 你开玩笑吧你 准备一下皮卡 准备一下皮卡 没有办法 哎呀下掌了 没问题啊 他下一步有计划骷髅了 计划逼斗子也有 这一波 没有那么好打 我们能做的就是再成一个皮卡 打电台马上就要消掉了 小骷髅 小骷髅 大断 再开上个技能 冲进去吧 哇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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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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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2秒 右边砍到了 会输吗 对面是皮卡,不然皮卡在对面啊 直接成皮卡,我也成 给他对砍 可以下小王子 还能必须下小店 虚空法术给他打掉 他垫的蝙蝠都用掉了,这把他下羊的话没有羊防,他把他下的话我们一会羊甲蝙蝠去进攻 他守不住我们,他没有盾牌了,他有皮卡 他皮卡也会死掉 漂亮 好 這波皮卡沒活下來有點可惜 再給他圍殺掉 他現在不是普通攻擊槌 他進化的卡是 什麼呢 攻擊槌加小電 沒有小電 他在那狂暴 攻擊槌加什麼呢 先電台一下過一下計劃輪測 先給皮卡 右邊虛空法術準備打掉他的攻擊槌 虛掉 他沒有打盾 他只有一個電鬥子 我們小王子可以下遠一點 他的電鬥子電不到我們 小電先電下他 右邊小骷髏為啥 下個蝙蝠 準備站了一邊20秒鐘 他時間不夠 所以說左邊不用下皮卡右邊 準備守他的進化攻擊槌 18秒鐘 下個羊毛子 往後來 沒打到 不過沒事 時間不夠了 回到他皮卡 給打到就行 謝謝 謝謝上海單獨和力量格合影的亮亮卡 謝謝你的7顆亮亮卡 感謝 謝謝ANO的 小費卡怎麼樣 我們這個卡還不小費 你瘋了吧你 又是這個飛桶啊 這個飛桶我們 主要要防好 他計劃瓦吉利跟那個飛桶他 帶的是小骷髏 有可能計劃小骷髏 有沒有跟攻城戰略兵 沒有攻城戰略兵 千萬不能掉血 我們必須得外皮防守 皮卡一刀砍一個 前面下小骷髏 他這一波交的費用有點多 他這波非常的危險 我們跟蝙蝠的話不好 只能跟蝙蝠沒辦法 跳下這啊 看能不能擋到他的冰豆子 電豆子啊 擋不住 他真不好打進去啊 這個缺陷我們解不掉啊 哎呀 我他奶的太難受了 防不住 沒辦法 不會沒事 我還是有翻牌的機會 我先小汪子 接下來我們的過牌速度 我先小汪子 接下來我們的過牌速度 虛弧法都準備虛掉他的公主 還有電豆子的這一波 我先小汪子 要不停消灯嗎你 哎呦 他剛剛 我們剛剛兩把也是贏了他 上一把也是贏了 我沒事 問題不大 再連貴幾局的話又能連勝了 下個蝙蝠在右邊 炸點兵 又是兵法 肯定是個牌擊炮 腳褲的下前一點 一直在下面跳個牙 吸巨風 能撞到 電他一下就能撞到啊 他虧了很多的費用可以成皮卡了 而且他這波沒有鳳凰 會是什麼呢沒有鳳凰 鳳凰加巨風 是點兵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可能這個冰球 石頭人他是個皮卡斯頭人啊 這個狗賊真的是狗東西 哦不是 不是皮卡斯頭人 哇 這個斯頭人非常難打 他還是不開技能啦 知道我們會擋 他有進化戰隊兵的 他下一步已經進化了嗎 已經進化了沒 他帶的是鳳凰 沒帶機甲 火燈炸彈一邊 我們右邊下小王子 我們久飛的時候他會下牌 我們久飛的時候就可以下蝙蝠換路了 他下什麼呢 不防 前底洋 他剛好準備下兵法 非常可惡 我們跟這個戰隊兵去進攻 右邊下蝙蝠比他下小店 電一下能衝進去 下個小王子 他沒有巨風了 下斯頭人 戰隊兵在這裡殺一下 兵蝙蝠 兵在這裡 兵蝙蝠下槍頭 蝙蝠下槍頭 我知道他進化戰隊兵來炸我們的 我直接擋 鞭子給他抽掉 右邊下一個小骷髏 沒有撞到 兵蝙蝠給他打掉 右邊再給他下個戰隊兵 兵他下兵法 蝙蝠 兵他下兵法 蝙蝠 兵他下兵法 不出洋 左邊下皮卡 右邊下斯頭人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 來 你先來也太難打了 還好 還好 下個小王子經驗我們的過牌速度 右邊下個羊畢他防 鐵卡超人直接下第1格 戰隊兵再補一點點的傷害 蝙蝠 去咬他 二號門要來了 電 再衝 他沒有小電了現在 他在進化戰隊兵 給他 擋不住 給他戰隊兵 小王子在這 左邊也衝到了 右邊再跳個羊把他的兵法給打掉 準備下蝙蝠 他小電夠嗎 小王子瘋狂輸出 右邊再來個羊 來 小王子瘋狂輸出 最後一秒鐘 沒打進去 不過還是贏了 懸念優勢獲勝 對面要是小電加劍羽加那個 兵法皮卡餘購7甲的話就是很難打進去 來戰隊兵炸起前面小虎兵打後面 給他砍掉 又是飛頭 小電電掉 再給個蝙蝠 直接給他解掉 炸一下 改善攻擊的話 皮卡給他一刀砍掉 像這的話 兵法術給他打掉 皮卡一刀一個哥布林 這個人挺猛啊 這左邊丟過飛頭右邊下個騎士加團伙 這樣就能打進來嗎 砍掉 不要補小電了啊 他一會有計劃骷髏到時候不好講 電 我還是掉了不少血啊 兩劍射掉 前面他有計劃骷髏這個技能不要開了 他有地獄塔的 還是要小心啊 有加點兵家的話可以稍微慢慢血 他這個地獄塔可能會直接下我們臉上 沒有下我們臉上 炸了個炸在邊 炸了個蝙蝠炸他炸 炸掉了漂亮 帶著對手 炸了個刀 케